因应全中运要在花莲举办 花莲各级学校会比外县市提早一个礼拜来开学 而由于国内的疫情还是持续升温 为了让学子开学之后有安全的学习环境 花莲施工所配合环保署的指示 在开学前派出了三组人员到各个学校执行预防性的防疫消毒工作 包括国中国小还有附设幼员总共有34所 花莲施工所接获县政府转达环保署通知 要求在开学日前完成校园消毒工作 花莲市清洁队在出市开工这一天 也派出了三组人员在市区34所国中小学 还有附设幼员来进行环境的消毒 那在花莲市的部分 我们针对我们34处的一个国小富裕的部分 来做相关性的预防性的清销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在农历年前 有很多清洁队有非常多的工作 那也当然包含了垃圾之外 还有一些清销的负责的一个区域 那我们这一次也是预防性的帮所有的花莲市境内的国小富裕 来做相关的清销 希望确保开学之后 保障每一个孩子的一个安全跟健康 那我们希望新的一年 每一个人还是要做好相关的防疫工作 让每一个开学的同学都能够非常安心 师生都非常安心的上课 那再次的呼吁大家 那我们也看到清洁队员的话 也请大家给他多一些鼓励跟支持 因为在整个农历过节开工之后 有非常多密集的工作要持续执行 那也谢谢他们的辛劳 民意国小校长吴慧珍特别赶到校园 向市长等人表达感谢 他表示校方各班级老师 也会在这两天做好开学前的准备 我们的学校呢为了营养这个疫情 以及做好这个清洁防疫呢 我们也会提前一天呢 所有的行政人员呢 会到校来做这个行政的这个维护 那另外呢各班的老师呢 也自行都是提前一天一两天 也会到各班级呢 做他们的清销的工作 那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我想大家都要动起来 清洁队员把楼梯扶手 走到墙面洗手台厕所 花园还有邮具设施等 都用稀释后的次律栓纳水一一清销 市长表示防疫工作需要师生和家长一起来遵守 包括了个人卫生习惯 还有校方对于疫情的处置 及家长的配合等 唯有大家携手抗疫 才可以避免被感染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 视频里不再来